台中有名仗就朋友团购红烧提榜 结果主来之发现味道怎么特别的酸 一看包装标示竟然是102年制造的 而且有效期限只有一年 等于是买到过期将近十年的食品 不过业者出面解释 是标签的日期印错了 并不是产品过期 在第一时间就有主动告知消费者 也愿意换货但还是被爆料 事关实案疑虑 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 真空包装冷冻食品 只要简单加热就可以快速品尝美味料理 但在台中有民众上网团购红烧提榜 居然吃到酸酸的 不敢相信看标签发现 肉品居然过期快十年 惊呼食案又出包就怕会吃掉健康 叶者解释自己是小型团购网 通常都是接到订单后才会被料烹煮 所以不会有贩售过期食品的问题 而且上头印的制造日期 当时公司根本还没有成立 这回单纯是打错标 怎么也没想到客人员们表示愿意接受 最后却是向议员投诉 叶者表示将会再看对方了解状况 对此卫生局也介入了解 启动机查能力前往营业处所 进行现场机查 究竟是打错标乌龙一场 还是叶者真的贩售过期食品 还有待调查厘清 这次苏生杰台中报道 受到气候的影响 花莲今年的建筍 还有西瓜都出现了受损 尤其是凤林以及寿风香的西瓜 还有光芙香的建筍 受损害的程度都达到了百分之二十 已经达到可以申请灾害补助的标准 县府也将提报农委会 争取现金救助 西瓜幼苗还没长大 已经受损 无法授粉灼果影响生长 全部只能报销农民救苦连天 受到那个寒害的影响 天气非常的冷 所以很多幼苗都受到损伤 影响其实蛮大的 让西瓜受损的原因就是天气 今年过年期间寒流来袭 导致寿风香西瓜生长变慢 灼果不易 此外种植渐损的大宗 主产地光复香则因干旱少雨 导致见损色泽和化 生育不良 两种农作物评估被害面积约九十公顷 损害程度皆达百分之二十 花林的见损是受到那个干旱的影响 所以在二三月份的干旱就导致 我们这次见损的出损率是很低啦 换算成受害率大概是百分之二十 那我们是建议中央来实施这个救助办理 面对天候冲击农作物生长不易 县府农业处表示 由于受损程度已经达现金补助标准 将提报农委会帮助农民争取补助降低农有损失 记得陈金言欢迎报道 春雨无法解除中南部的干旱也造成部分区域阶段限水 如今时序即将迈入五月梅雨季 气象局今天也发布了梅雨季气象展望 预估梅雨封面会在五月的下旬到六月上旬这段时间才会到来 到时候长时间降雨才渴望为中南部带来雨时 阳光露脸迎接好天气 民众可以把握这两天的太阳 因为周六晚间起又有封面来袭 届时北台湾再次转凉而中部以北 东半部也将转为游雨天气 迈入五月梅雨季节 气象局发布梅雨季的气象展望 根据今年的梅雨指标预测 在五月下旬到六月初 有机会建立假期季风环流形态 五月雨量属于正常到偏少到六月才可能回归正常 西南风上来才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 过去二十年长时间下雨的时间 六月逐渐的往后延的这种情况 气象局强调梅雨季的降雨主要考量是 西南季风跟北边封面的配合时机 回顾今年二到四月平均气温偏暖 春季雨量也偏少 统计是一个平地站 二到四月的累积雨量只有160.9毫米 卫达气候值的六成也创下了1951年以来第四少 这边是气泉 这边是反气泉的巨品 所以造成了台湾附近东风相对的也比较长 反气泉相对来讲天气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干燥的 干燥的汽油带到台湾来 变成一个少雨的这种情况 想要缓解南部旱象还得等到六月可能有机会 旧盘届时雨神降临 溢住中南部水库 这里随于领域台北采访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结束了21天访美行 今天清晨反抵台湾 也宣布明天将领表登记党内总统初选 至于国民党方面热门人选 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再抛新的两岸论述 他形容中华民国就是杯子 台湾则是水 杯在水在 杯破水负 不过却遭到民进党议员开酸 还被发现疑似抄袭 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关系 是密不可分 就像杯子跟水一号 杯在水在 杯破水负 侯友宜再度说明自己的两岸 和国家定位立场 不过这段话似曾相似 我谈的是大海 你跟我谈的是一个漱口杯的问题 他的发言其实是韩国瑜0.5 即便是杯子 台湾也应该要成为一个钢杯 民众议员猛酸 侯友宜的发言 就是不敢承认走二共事 还不及韩国瑜 甚至被发现日前报社副董 早就提出过 难道是抄袭吗 从以前我到现在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处 侯友宜参选动作越来越明显 另一边民众党脚步更快 结束长达21天美国行 克文哲清晨风尘仆仆抵达台湾 支持者热情迎接 太太陈佩奇也斗了 自认访美面试高分过关 下一步就是正式登记参选 我们党内通过以后 会有个正式的记者会 520之前吧 拜访的人相当多了 大概目的都有达到 不过传出国民党主席朱一伦 打算约克文哲面谈 寻求两党合作机会 因此征兆侯友宜时间点 会落在5月20号以后 新北市委会最近调整 那个总咨询的时间 我认为那个是不对的 接受这样做也不对 我觉得这扣分 党有党的规划 跟他的步骤 我们要给予尊重 不再只是厚厚做事 2024优质者一一就点位 记者讨论新北综合报道